大家好,我是可可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拿到Marketing Database Analyst Offer的经历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本科毕业于西安纳略大学的电子电气工程专业 之后在一家冷暖气公司做了三年的行政助理工作 2019年,我离职,成家,生娃 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还是很困惑 我的下一步职业应该怎么规划 但是我很迫切想要拥有一份好的工作 给我的孩子树立好榜样 于是我找到Maria和刘洁院长帮我做了职业规划 然后报名参加了刘洁院长的三门基础课 SQL Foundations, Excel VBA,还有Access VBA 在完成课程后,又积极参加了学院和Data Tech 以及FundPage的两个实习 在参加CAA招聘之前 我还听了刘洁院长的三个专题讲座 分别是简历面试 和与既是面试相关的SQL和Power BI的讲座 通过院长干货满满的讲座 我除了规范了我的简历 还明白了面试的流程 应该从哪些方面准备面试 此外,因为这份工作与Marketing相关 Adam刘老师还对我做了一对一的面试指导 以上就是我在面试前做的准备 面试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面试是与Hiring Manager 在学校的招聘会上交谈了10分钟 这个过程可能Hiring Manager 对我的印象还不错 于是给了我机会与公司的HR面试 30分钟的HR面试 大概问了六七个问题 都是Behavioral Questions 和HR聊的也不错 于是他帮我约了Final Interview的时间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小时的Final Interview 是两个人一起给我面试的 问到了Technical和Behavioral的问题 总结起来这一段求职经历 首先,我很庆幸我参加了刘杰老师的数据分析师直通车 从数据分析零基础开始上课 到参加完两轮实习 再到参加学校的招聘会 到拿到offer整个过程9个月 但是因为我孩子很小 我每天只有晚上孩子睡了觉 才能学习和准备面试 每天大概要到凌晨三四点睡觉 所以如果大家白天自由时间比较多 相信大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在维多利亚的帮助下找到心仪的工作 其次就是一定要多做准备 我除了按照刘杰老师的简历讲座中提到的准备简历故事 还收集了30多个Behavioral Questions 结合自己的经历 按照STAR的格式准备了事例 因为只有做好准备 才有可能在面试中很好的发挥 以上就是我拿到offer的经历分享 祝大家和我一样 尽快在维多利亚学院 马里亚和刘杰院长的帮助下 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加油 加油 开始 作词